立法院院会在审议奖励投资条例修正草案的时候,首先听取了经济财政和内政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审查报告,并且由谋上哉委员做口头说明。 据各方面的了解,修正草案原来规定征收盈利失业所得税税率不得低于22%,而一部分立法委员则希望以不超过22%为原则,所以这个税率问题将是审议这个法案的关键。 如果能够获得适当的协调,就可以在12月底以前获得通过。